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圆 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圣 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虽然讲今天不是成功 就是讲成功拿到锁石那一天 可是今天呢 我跟Cherry想要去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有意 想要买的家 然后今天就打算拍这个影片 拍这个Vlog 记录一下我们这个深圣的一天 去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想要买的那些家 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发展上的示意图 哇 是不是很漂亮叻 OK 今天我们就是要去他那边 看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 看他跟那个照片 到底那个感觉有差多大 所以现在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你知道啦 一个男人 我不懂是不是每个男人 可是对我来讲啦 我觉得买家就是我一辈子的目标 只要我买到一间家过后讲真的 我这一生人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求 我真的 买一间家真的是 怎样哦 女主人 你的心情赛是如何叻 去看不了吗 去看不了啦 你有钱可以给我买家吗 可以借我一点钱吗 我不够钱买叻 是你讲你要看的吗 我讲我要看 可是我们一起买嘛 这样我就不用这样商啊 可以吗 借我一点钱啦 OK啦 大家 所以我现在就要开车去那个地方 因为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studio去到那个 location那边 要将近50分钟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非常远 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远 是我们现在住的studio这个地方比较远 因为我之前都是住在那一带的嘛 然后我现在突然间搬来 搬来工作室是在这一区 所以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习惯那一区 所以我现在就在看着那一边的地产 哇老喂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天就给我下起雨 这样我是要这样看咯 这个天是不是在就是 暖昂着我跟我讲 我现在还不是首买家 应该是这样子 又或者放一个角度来看 他讲买家没有这样容易的 我给你一个考验 我先下一场雨给你看 应该是这样子 但要走 总要飞 都别得我再等你 不管有活有机 给我踩跌入你 但要走 愿命一遍要远离 愿你可以留下关我沉沥 太大湿沥 呦 你这好多 冬世事在没权美 我愿在岁月遍我中找你 越上越大雨啊 哇老喂 不要乡游啦 太冷静了 那个天假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 然后这边 Eco World的服务有这个 Baggy在我们去那个 Sales Office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那个Sales Office 我现在去旅行这样子 非常好 非常好服务 我刚才回到那个韩国 韩国是哦 我们在韩国是做这个了 对 OK 现在我们首先要先去Sales Office 然后那个Sales Man 就会带我们去那个 我们要看什么家那边 OK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 Show House啦 怎样啊 Finty 要买哪一间 全部都买 全部都买啊 先值一间先啊 我们先给钱先 你先给 你卡到我给 OK OK 拿拿拿拿拿拿拿 OK 我们到了 走 Let's go OK 我已经看了 一个小时多 然后非常遗憾 因为我问了那个Sales Man 他讲这边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规则 就是不可以拿相机拍里面的 那个感觉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就拍包给大家看啦 因为我妈妈没有来嘛 因为我妈妈也是想要透过我的影片来看到 那件夹是长什么样子 可是现在他看不到 如果要带他来看 如果还要看的话 我就要带他来看 所以我只能给你们看那个外形是怎样啊 就是我该给你们看的那个那张照片 他确实跟这张照片是一模一样的 他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只是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因为他是示范物来的 然后他里面是已经装修好过后 也放了很美的驾驶 可惜的是 遗憾的是 真的是不能拍给你们看 非常遗憾 但是不用紧 我现在还要另外去看了两间 是三层楼的 然后那个地区是在好人的家附近 好人 我们来做邻居啦 Let's go OK 我现在驾车 绕一绕 我拍他的外形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真正那个物质的外形是长什么样 OK 就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是比较小间的 我该看的那个是比较大的 它是 它是独立室 这个是半独立室 OK 我加前面一点给你们看 因为他这四间是show room show house 我们该来的就是这边 对 我们该来的就是这边 这边旁边两边是半独立室 哇 非常的漂亮 看到吗 他是走那种比较欧美的style 然后他是没有地坝 所以整个感觉很像那种公园的feel 嗯 就是这样刚刚我们看的 就是这个你们看到吗 在前面这个它是两个连在一起的 这是半独立 然后独立室是前面这两间 这边会比较大间 对 这两间是独立室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很可惜猜不到里面啦 因为里面真的是很美啊 里面真的是很美 主要还是设置的 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 另外一边看 那边应该是可以拍摄的 因为那边它不是 像这种比较严肃的那种project 所以那边一定是可以拍摄的 OK 我现在就来到了另外一边的家 这边的家是长这样子的 这个是还没有装修过的样子啦 然后这间是有一点小装修的 所以它是三层楼 然后是这样子的排屋 比起刚才Eco World那边 呃 这边的环境 确实是没有Eco World那边这样好啦 可是这边的物价是非常的值得买的 所以我今天就约了两个 agent来这边看一下家 又好久不见 他没有买你就要拍啊 我可以拍这我看家先的吗 OK 这个是大门进去 然后这个是客厅啦 目前是有一点肮脏 因为还没有装修 然后这边跟刚才我们在Eco World 看到一样还有一个落地窗 如果可以改的话就改成一个落地窗 对对对 这边呢 说可以放落地窗 还可以放gym room 对 gm room 然后里面那边 还可以做多一个gym room 对 就跟好人的家一样 没有 然后前面那边在Extend 可以散了gym room 不用紧 这边呢 这边还有一个空间可以放gym room 因为他在message我的时候讲 他一定要一个outdoor的gym room 我一定要 我做成这样子啦 我在外面可以挂一个招牌 就是gym room 就是fitters了 直接可以 四边直接做一个counter 然后可以讲walk in OK 来 我们现在看二楼 这边总共是三层楼 这边总共是三层楼 然后我们刚才在Eco World那边看的是两层楼 然后这边的价钱比Eco World是便宜了很多啦 只是那些多出来的钱就可以用在装修那边装修到很美 哇 看到吗 很大 下面一楼 这边二楼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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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这间就是主人房 很小 他主人房是有一点小 因为是可以Extend出去的 看到那边的空间 对对对对 这边阳台的空间是整个可以这样子 整个这样打出去的 我觉得你这个主人房在这边打出去了 那个摆完桥啦 也可以打开过去 你们看个壁的装修 对 装还可以 像个壁的装修叻 它的概念就很厉害喔 它整个这样子弄到完全不一样 它这边Extend到那边去 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Extend出去 它就变成一个 一个阳台 可以在上面喝 就是喝茶那些 OK 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来Subhouse 了啦 然后我们刚才就去看了 总共看了四间家 然后有一间是Eco World 那个不能够拍到里面的 只能够拍到外面的 那个是Eco World 然后还有另外三间是在好人家那边的 所以它的外形是跟好人的家是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是在好人家的对面罢了 所以今天总共是看了四间 接下来还想要去其他的地区 再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更喜欢的 因为买家毕竟是住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要自己看了很喜欢 很有那个冲动的叻 就是有那个缘分 对我来讲是这样啦 因为毕竟这样讲都好 家真的是住一辈子的 就是住到孩子啊 孙啊 就是孙的孩子啊 然后孙的孙啊 这样子就住到很多代了 就是住很多代了 所以对我来讲 家真的是一定要买到很喜欢很喜欢的 然后今天上号台突然间来有一位神秘嘉宾 很久 大家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位神秘嘉宾 你们有没有兴趣知道他是谁叻 这个人就是 小明啦 小明很久没有见 很久没有见 很久没有见 你怎样最近跟 做衣服是吗 ok啦 不要跟你们开玩笑了啦 这个人就是 草尼马 你最近还好嘛 不不不不 我最近都过敏 我跟你讲 最近有人问我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抄家 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有人 因为我也是有收到 有运营上面那么多 然后有人问 这么草尼马 没有跟你们一起住了 是不是抄家了 还是你们不合了 所以我觉得你当面人 你要讲一点话 其实我们没有不合啦 只是因为那天打架打了 然后你打输了 然后你就搬走了 因为你过不到DNA我们 对啦 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ok 我又回到来房间了 今天总共就看了四间家嘛 因为后面的三间家 其实都长到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我就只拍一次 然后我没有 另外的两间我也没有拍到 所以今天就是看了四间家 然后接下来也会继续去看不一样的家啦 今天的这个Vlog就到这边结束 这个影片对我来讲是 蛮有纪念价值的 因为以后我可能蛮有家过 我再看回这个影片 就很有那个 很有那个回忆的价值 所以今天的Vlog到这边结束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子 比较生活化的一个Vlog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集见 耶~~~ 想拜拜 你可以再抚眼一点 嗯 嗯 呵呵呵 掰掰 掰掰